今天我就是要他陪我 跟我老子來了也一樣 來 來跳舞 你不要尊重一點 你不要不思想喔 好久沒跟你一起跳舞 還記得最後一直跟你跳舞 高中畢業舞會 你還記得 我當然記得啊 因為 你一直跟我跳舞 是只有你找我跳 那個時候都沒有人要找我跳舞好不好 只有你不討厭那時候的我 任何時候的你 我都喜歡 跳舞就跳舞嘛 兩個人眼神寒情默默的幹嘛 看了就不舒服 Kesan 我剛剛都喜歡誰 你喜歡誰 我會好 你喜歡誰 我喜歡旁邊 我喜歡誰 我喜歡誰 你的手 我的手 怎么了 但是 他的手握起来 感觉好像打浪的手 你不要说 你心里还记得林达乐的手 给你的感觉 不可以才相信你 你觉得 我的家什么好意思 很棒 很漂亮 喜欢吗 我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 想不想 住在这里 你想要租一间房子给我住 对不起我习惯一个人住 没关系 如果人家有住的时候 这里随时换你 这是本公司的员工福利吗 是专属天心小姐的福利 好不然你不要开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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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陪我跳舞 来 美女 我懂 何总监 何总监 太不够意思了嘛 我一年下了好几千万的广告 预算给你们 这么漂亮的妹 怎么不早点介绍给我认识呢 黄董 你误会了 她是电台的DJ DJ怎么样啊 DJ不能碰啊 这家电台我也下了好几个广告啊 你叫DJ陪我跳舞不行吗 你尊重人家人家嘛 呸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啊 你不过是个广告公司的 小小创意总监耶 小心我拿掉你们的这个千万预算哦 不给你们预算做节目哦 我们公司不是叫黄董的客户 请你自然 你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今天我就是要他陪我 天王老子来了也一样 来 来跳舞 你不要钻到我的脸 哎 你不要不识相哦 你这个王八蛋你 想怎么样 哎哎哎哎哎 作为一表人才的大哥啊 王八蛋这种字眼呢 在我们家可是不允许的 对不对啊 大姐 是的 可以说只有衣冠禽兽的人 才会说这种话 你 你们 你不要以为你有钱 就可以欺负人 我们家的臭钱比你多一百倍 管家 送客 是 行吧 我 我没有 别输这么多了 衣服多我已经脏了也湿了 我送衣冠禽衣服吧 走 第一个 瑾姐 你的衣服好华丽哦 我穿起来很不习惯 对不起 不过品味的衣服我没有 我改天再拿来还你 不用还了啦 你穿起来也很好看啊 我弟弟邀请你们 就是希望大家玩得高兴 不过 刚刚发生的事情 没有吓到你吧 那种小事是吓不到我的 是吗 能够我弟弟这么欣赏你 他欣赏我 你看不出来啊 我看得出来 你应该是那种 很有个性很有主戒 不会准备顺从别人的女生 正好是我弟弟喜欢的类型 怪不得我弟弟会为了你 而买下整个电台 他为我买下整个电台 我跟你说 以我们家的条件 我弟弟要追什么样的女孩 都追得到 你的机会很好 你要好好把握 佩姐 有些事情真的不是条件好坏的问题 我会找机会跟你弟弟说清楚 我先出去了 雪海 要追这个女生 我看你有骨头吃了 宝珠姐 你没事吧 没事啦 你们忘了我是游道高手 那个色鬼如果再过分一点 我就一定把他摔得狗吃死 宝珠姐 你才不用出手了 楊峰哥教训他就够了 楊峰哥这么快是我们的大哥 好啦 你们继续辛苦了 我要先离开了 拜拜 拜拜 你刚刚挺带种的吧 这不是带种 这是有原则 你的原则 就是可以得罪预算上千万的客户 也要保护好你的学妹 你不也一样 为了其家的员工 羞辱厂商 我没差 没差那点钱 反而你比较反常吧 你跟他的关系 应该不只是学长学妹的关系吧 你错了 就算她是我不认识的女生 遇到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人 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了不起 很好 我喜欢强的对手 因为有一天呢 我们一定会成为对手 未来我们一定有一些事情 一定会强破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